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人行 和平导演来了 我给你看导演来了 我就找美女 你们潜规则也方便 要感谢李爱奉献了自己的腿 没看见 现在这女孩拉开了 待会就看见 我今天是想绣我的鞋来着 哎呦反正这女的 我现在发现有点什么优点 她全部留着 这现在就是这样 他父母生的我好 我当然得展现展现 等我有一天 对吧 我发福了 我胖 不生鞋 生的你是一个干干净净的 不是 你没有包装的一个你 他说的很对 说的很对 生的你好 还不管用 还得教的你好不好 对不对 对 最近要不说就说有这么一个话题 何导演很感兴趣 我们昨天从波士顿 美国波士顿来一个朋友 这个话题从美国传到中国 我问他这事 我说我们要做节目 他说现在我们美国人人都在聊这个事 因为什么呢 是一个时代周刊的封面 虎妈 Tiger Moms 虎不是虎一虎他妈 这个女的自称虎妈 她是个什么来路呢 叫蔡美儿 是个华裔 其实是菲律宾的华裔 耶鲁大学的这么一个教授 你看这是他和他两个大女儿 二女儿 还挺漂亮 两个女儿 大女儿练钢琴 小女儿练小提琴 然后他主要就为什么一下子激起 美国人的大讨论 很有意思 现在很多美国人骂他 说你这个美国人的观念 就认为他是女儿了 你看他但是他在接受采访怎么说 他说我在教养子女上 我觉得还是要研习中国传统的这个研教 他就是说他最有名例子 7岁的小女儿 这个露露啊 从吃完晚饭到睡觉 不停的弹同一首钢琴曲 厕所都不让上 而且就是给他女儿限定多少个不准呢 比如说功课不准不拿 所有的科目必须拿A 不准随便参加任何课外活动 不准抱怨没有课外活动等等 而且他美国人的记者到他家去采访 说感觉他俩女儿挺高兴 说我们感谢我们嘛 对吧 然后他就跟美国这记者说 说我告诉你 在我们美国很多我们华裔的父母 嘴上不说 心里都对你们西方人教育孩子这一套 觉得非常震惊恐怖 他说什么呢 其中包括允许子女每天在电脑和Facebook上游荡数个小时 说他们对自己的将来 一个竞争无处不在的未来世界 竟然不做准备 你看他就认为美国人你没有传统了 还是我教成功我这孩子 可是也有些美国人就骂他 说你怎么定义你的女儿就算成功呢 我先别说怎么定义成功不成功 我相信Facebook的这个这个boss就他这个CEO肯定大家都会觉得他成功吧 但他当初能做出Facebook来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就是他当初泡妞没泡成 对然后 而且想帮助大家泡妞 对 其实他当时就是泄愤来着就泡妞没泡成 然后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交友网站 然后就一下子你看现在多厉害 他说的这个就有点说啊 所以其实一个人成功 是一个想象力的问题 有的时候是歪打正着 就不是你可预期的 就比如说我现在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溜溜 就是一个著名作家 他就说他的育儿精 他说他不希望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盆栽 盆栽就是他像一棵树 如果像每个小孩都是一棵树的话 长了长的你长成这样 不行你给这么长 他不会盆栽不是有个什么九曲十八弯 我不算懂啊 大概意思就是说你扭成什么样 他就是漂亮的盆栽 然后他就能够卖的很贵 然后他就能够被展展览 大家都能称赞 他其实也是所谓我们现在的所谓的一个成功 就是这个小孩是设计出来的 对 孩子孩子 野生野长 对对对 其实是这么一个区别 就美国的问题啊 跟就西方教育和东方教育的问题是不太一样 你比如说我们东方讲说 要望子成龙 几乎每一个家庭啊 东方家庭都会有都会知道这句话 也都会这么讲 那龙是什么概念呢 就望子成龙就是皇帝 培养皇帝 就是都希望能够 我家的孩子出来能够成为皇帝 成龙 那怎么能培养一个皇帝呢 对啊 这个呢 就是说你我的理解是什么呢 就要培养顶尖的特殊人才 是需要强制性的 如果说一般的家庭认为我这个孩子能够呃这个身体好健康啊 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也不需要出大名 也不需要有特别大的贡献对社会 那没必要那么严教 没必要 因为美国形成这个教育系统啊 实际上它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造成的对孩子培养的这一个套路 这为什么是中产阶级价值观造成的 价值观它什么呢 因为它普遍的生活水平都很平均很平等 中国的问题在哪呢 就是有钱人呢 是很薄的上面那一层 就是包括包括权贵 这一层很薄 大部分的人呢 是底层的 所以呢 他要越过中间很多很多层 培养一个孩子 要越过中间很多很多层 要直达那个金字塔的那尖上 他不用强制的办法 他训练不出来这个人 这就是咱中国古代就是讲这个棍棒底下什么出什么 我举个例子 严教 我们长跑的那叫 那个那个那个叫王军侠 王军侠 马家军 马家军 那是农村的女孩子 对对吧 不用那种强制的办法 让你在三五年内走 走上世界冠军的这个领奖台 不可能 没错 这妈呀 这个美儿啊 他虎妈就是个魔鬼教练 对就是 其实就是你要把你的孩子 你要不要把让你的孩子成为尖子 成为尖子 那当然就是像女排一样嘛 就是这种这种教练嘛 但老实说我 我因为我不是特别同意呢 是原因是 我们中国人都爱说居安思危 居安思危 我觉得这妈妈就包括她说的那些话 就是其实她觉得这个人生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 她怕她的孩子以后在竞争当中被打败了 不能过上好的日子 那你过上好的日子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快乐 但她有没有教她的孩子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快乐呢 快乐的能力在哪里 我跟你讲 其实我觉得呢 她的那个用意啊 并不 我觉得并不是想把这本书的所有的方式 她教育孩子的方式推广出去 我不这么理解她的这个用意 我觉得她的用意就是说我这两个孩子 她首先是因为这两个孩子很成功 在美国 在这个年龄段里非常成功 一个学钢琴的拿了很多奖 然后一个拉这个小低琴的 在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乐队里面 也也也做演演奏手 将来肯定也会读那个什么 朱利亚音乐学院 攻读演奏家证书 是吗 然后成本演奏 那那像这样 他很成功了 那他就会告诉别人 我怎么培养的他们两个人 对吧 那既然他用这个方向 方法可以把这个两个孩子 给训练训练训练出来了 训练成这个这个很有成就的两个孩子 在成就面前孩子是有快乐的 这倒是 不是说在成就面前没有快乐 朗朗小说 你说朗朗感谢他爸爸吗 那现在肯定他他我看过他很多专访 他非常喜欢他爸爸 而且现在两个人也经常在一起 他他就是那么训练的 就小孩过年了在外面放鞭炮了 嗯啊点灯笼了啊 因为大年三十晚上拿个蜡烛去点 那个灯笼在院里玩了 他还在练琴碰碰碰出去 那你如果不用那个方法 这是刚才李爱讲的这个 我觉得也是哈 我了我强气这种事啊 我老是觉得中国人和美国人啊 这里边有一个就是说 你对人生啊是个怎么估价 对这个世界 你认为人活的是不是艰难的 这个你看中国人和很不一样 那天我研究这个忌妒啊 就是说有一个培根讲过啊 说这个忌妒啊是不知道休息的 嗯 所以如果你忌妒你别自卑 这个东西是人呢 与生俱来到DNA里的一种东西 那么这种东西啊 我那天啊我突发奇想 我觉得人的忌妒这种东西是不是来源于啊 精子的回忆 精子惨痛的回忆 你明白吗 他够快 他他几亿个精子啊 非命的跑 你要一慢一步 就彻底完蛋了 那么一代一代会不会遗留在DNA里 这个东西哎 我我为什么拿这个来举例子哈 你好比中国就经常为什么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嗯对吧 中国甚至还说恨爹不成钢呢 嗯你甚至你没个好爹 哎呦你连机会都没有什么创业 对吧 你就完全没机会 你他他们说你按什么标准 你看美国人我老觉得跟乐园似的 为什么最近这个也有一部分美国人反思 我发现呢 是因为美国人现在有点不自信 因为他这个金融危机啊 或者经济弄得不好啊 他们也开始有点 就说我们过去这一套 永远是鼓励孩子是吧 哎呀赞扬赞美 你太聪明了 你真漂亮 我现在有时候觉得跟外国人呢 他们夸你就跟放屁似的 你知道吗 这随口就就夸啊 李爱你说 我是觉得啊 这么聊下来以后 我因为我以后也要当妈的 其实我一直都在了解 我一直在了解 还没找到那个当爸的人 关键是要衡量那个精子跑得快 但是我老实说啊 我做这期节目做到现在 我在想其实两样都得有 训练也得有 这个叫什么创造性思维 当然也得有 但是重要是这个孩子喜欢 他就会有创造性的思维 比如说我们说毕尔开词 比如说我们说贝多芬 如果他不喜欢作曲 他不喜欢他所做的事情的话 他就不可能做的好 中国的父母呢 基本上是不给孩子的选择余地的 像我以前我父亲教我 就不给我选择的余地 他教我停自行车 我必须左脚停 我右脚停 他就说你就没停好 那实际上你就无非就是要把自行车停下来 你管我左脚停还是右脚停啊 不行 但是呢 反正我接触到的 我一些就是国外的朋友 他们会给很小的孩子 十一二岁的孩子 他就开始给选择的权利了 比如说我有一个我干妈是在像是个香港人 是个律师 他的女儿 怪不得你教育这么成功呢 俩妈呢是一块教育是吧 我他的女儿比我小大概十岁 但我们比较小的认识 我二十岁的时候他十岁 那个时候他就面临 因为他的女儿是混血儿 就在面临选择第二语言的问题 他是用英语教学的 他的第二语言是选择法语还是中文 按理说我们中国家长 他你才十岁我帮你选了 这是比较正常的中国的父母的教育方式 因为你还小我帮你决定 他的母亲就希望就我干妈就觉得 他应该选中文 因为看着中国的这个发展会更好 而且你本身有中国的血统 你又生活在香港 你以后看不懂这些路牌啊什么的 你难道全看英文吗 厕所都没法去 厕所还好啦 还可以看看图画嘛 但是呢 他这个闺女就觉得法文好学 因为他跟英文相通 他觉得他学的更轻松更愉快 那他的妈妈是这么跟他说 我那天晚上我特别有印象 他们做的聊天 他妈说学中文的好处在哪里 虽然他难 但他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说了很多 最后说我选择权还是给你 因为以后的路是由你走 你觉得你要选法文 我也不会有意见 但是我之前已经把所有的建议都告诉你听了 如果以后遇到问题 你要自己承担这个选择的结果 对你这个是现在比较主流的一种态度 但是你像美儿 他还有一种假定 就是说孩子知道什么好歹 就好比说我都跟你说了 你10岁的时候 你能知道 我大人我才知道 这对你是好的 你看中国人 对蔡美儿一点都不陌生 但是你看美国人都会觉得他家伙侵犯人权 或者说但是这该怎么说 你说让这个孩子完全自由选择 但是说实话 他有这个选做出判断的这个经验 但是小孩是从娱乐来判断自己要学什么 就什么东西能够让他有兴趣 我们说小孩的兴趣是什么的 小孩的兴趣就这个东西好玩 快感 快感 其实就在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方法 就是你怎么把一个教育变成一个游戏的过程 这是家长应该做的 我们比如说像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曾经很迷茫 因为我从小其实所谓的理想 我这就确实是觉得也挺悲哀 我所谓理想就是能够以比较好的成绩考上下一级别 比如说中学升大学 或者是初一升初二 无非如此 等我大学毕业的时候面临这么多选择 我要做什么 我要干嘛 我一下就梦了 因为你太多条路在面前 原来就一条路 考级就是升级 然后最多在大学的时候考多两个证书 什么计算机证书 英语证书 当你真的大学毕业的时候 你发现这么多选择 选择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 但是我没有在上学的时候 选择太多也是个灾难 我没有在上学的时候学过 我的父母也没有教过我该如何做选择 怎么为自己的后来承担一顶的责任 那我就开始自己一步一步摸索 好在就是说我觉得我妈妈对我的教育是比较放养性的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我父亲比较严格 我妈比较放养 他们两个的教育 教育出来的结果就让我这两面我都站一点 但都不全面 这个为什么 所以我说这个问题它就深了 它跟什么呢 跟甚至跟人生观 跟命运都有关系 对 你就说世界上有没有一种 咱都这么大岁数的人 有没有一种保证成功的选择模式 没有 没有吧 甚至有可能你打进了算盘 最后万一不是呢 你可能倒霉 所以对吧 我是觉得最重要的一种能力 孩子最重要的一种能力 是学会如何快乐的能力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东方的教育跟西方不太一样在哪了 就是东方成功的概念 对东方人 尤其对中国式家庭非常重要 没错 就是说你比如什么 祖坟烧了高香了 什么什么什么冒了清烟了 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 这种社会当中的这种观念 价值观影响家长和家庭培养孩子的方向 就是他一定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成功 成功是非常重要的 快乐是放在第二位的 这就跟西方可能有 所以就你刚才说的成龙 就是说要当人尖子 我就发现一个现象 他们最近就讲这个奥数 有人说这个奥数祸国殃民 有人说这个奥数是替罪羊 把学生负担都转移到奥数 可是我就觉得这个心理学 因为专家讲了 说真正适合学奥数的这个孩子 人群中只有10%到15%的 有一些禀父的特殊禀父的孩子 适合学这个 大部分孩子不适合学 可是哪个父母亲觉得自己的孩子 是不是那10%呢 对 人的应用 你看 就是一个成功标准的问题 比如说我为什么说现在美国人都有点不自信 所以蔡美尔才引起讨论 美国人就发现有一个玩意叫pizza 你听说过吗 pisa 吃的吧 pizza 不是 是一种大概是学生的一种能力的综合测评的 一种东西 一个公式 那么他们一测评发现 来自上海的中学生 跟美国同等年龄的中学生 美国人彻底完败 根本练不过中国的孩子 那么就说 美国人就会觉得 就说我们将来还有没有竞争力 我们就说现在这个 而且你想要把他还伴随着中国现在经济的发达 过去啊 你经济不成的时候 你很差的时候 他可以说你们那套教育方法有问题 但是你想要把 往往有时候如果 如果你这个经济发达了 对他构成威胁 他也不得不去 对他自己有所反思 他这个其实啊 最近这个时代周刊也好 美国社会吵得比较热 其实这件事情 好像都聊到欧洲 欧洲 德国呀 什么法国也在聊 用什么样的方式 其实跟中国这几年的发展速度啊 很快有很大关系 因为这次奥巴马在他的这个这个演讲里面啊 他也讲了啊 中国的铁路是全世界最快 是吧 中国有全世界最好的机场啊 等等等等吧 没错 就中国这么多年 包括经济的发展很快 创造力呢 美国是相信一个国家要想发展的好成为大国是要有创造力的国家才行 他们会觉得哎 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国家 那就这跟培养人有关系 那美国现在创造力在衰退啊跟经济一样都在衰退了是不是我们在教育我们的孩子上出了问题 整个社会的培养出问题了 他们在怀疑自己 所以这个讨论就变得很很热闹 可是我也觉得啊 是你某个测评可以这么说 但是呢 这么多年来 科学发明世界上瞩目的科学发明中国有几个 对吧 中国抄袭的不少 然后呢 就是诺贝尔奖这种重大科学发明的中国有几个 要不说钱学生 钱学生为什么跟总理还感叹 说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人才呢 是是 所以整个这个悲哀啊 不是说现在 就是从呃 从这个四大发明以后 中国就没什么发明了 对全世界的在科学领域的重大贡献 像就是相当于像计算机啊互联网啊等等这些重大贡献几乎中国人没有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这是一个美国美国人现在感觉到一些危机 然后所以在看我们的教育方式 但我觉得我们也应该真的从他们那边也学点什么 我觉得说实话 我是觉得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做得很好的 你成为一个就是现代社会的人你总得比如说数学啊物理啊什么语文啊什么各方面东西你你差不多你得真的不错 然后我觉得老外的这个不要说什么香港我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转学去了香港因为他父母工作掉到香港还去香港他在我们班的成绩数学特别是倒数第几名到那第一名到香港他的他的班里头数学考完他第一名 就我觉得这个基础我们其实打得挺扎实的因为你的所有创造能力什么东西你都是要依附在这个基础上你不能空谈创造你没有一定的基础的这个知识你怎么创造我们 我们基础是扎实扎实的但为什么到后来就没有了那些那些东西了那些想象力也不能关怪父母啊还不关怪父母上江三运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美国人现在聊的段子啊就说这个父母亲和这个孩子在厨房吃早餐餐桌上孩子面前一份早餐孩子不吃没动过父亲威胁说如果你不把他吃了我就把你交给蔡美儿 哈哈哈哈哈哈 就美国人有时候这种你知道过去很多这个华裔的父母在美国啊邻居这你听说邻居报警的 美国人就这样看见他打打孩子其实他就是推上两下有一部电影叫刮痧不就是对对对对对对 爷爷爷爷爷爷从大陆去然后给孙子刮痧最后说你虐虐童这还真说不清因为你身上淤一块亲一块的全是血点咱们认为你发现没有中国人认为孩子是父母的延伸 嗯美国人呢甚至都有点认为啊孩子是公有的你生下来就孩子是属于这个社会的所以你看你父母亲你怎么对待孩子 这个他是很很敏感的中国的孩子都是私有财产哈哈哈而且寄托着对对很多咱们在生活中的这种失败 这种这种挫折希望在儿子身上给补齐其实啊也也也因为菜门这个有点极端哈就是其实我也知道有很多朋友呃呃我们大陆的啊中国朋友去了 美国发展在那用美国的方式教育孩子现在都非常好孩子很成功很成功哎他不是不是用这种方式 完全用西方的方式去教育他们他们说美国那个上课就是玩儿所以呢就是说他无非是写了一本书 告诉他是怎么把这两个女儿培养出来的其实那些成功的家长并没有写书而已可能刚好实际上用西方的教育方式我觉得成功的人还是占很大一部分啊 我想想我小的时候啊就如果挑食的话我印象特别深我妈包了一碗鸭汤然后那鸭汤可能有点油 然后我就觉得我只是报表还没说不喝我说这汤怎么这么油我爸把一桌子菜给掀了啊不让我挑食我从小就不挑食现在我想想心理阴影啊这会造成啊 不但是我现在想想我感谢我父亲其实我现在去任何地方我吃饮食啊睡觉什么一点问题都没有我适应力的很快因为我从小就不会有这方面的毛病我不教你你很 很适合菜门的教育方式但是现在想想挺恐怖的特别恐怖但是不感谢他但不代表这个他这样做我觉得是很最好的教育方式 这不是我觉得还有更好的教育方式你不一定要用这一种这个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家庭也不一样每每每一个海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人呢真是也有个命的问题对你生来你就有你的一个命你就碰见你的父母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对不对我也不希望蔡美儿